起面有三个基本原则 头一个呢 写着得好写 你别整那生屁字 谁都不认识 写也费劲 你孩子讲来明是个符号 得跟人交流呢 你整那么生屁 别人没法跟你孩子交流 所以写起来得好写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叫起来得好听 你不能光求字面什么怎么的 一叫起来别弄 这有不少人的名字起出问题 有个姓杜的人给自己孩子 他起名子疼 你看疼瘦的疼 这听挺好听 可连起到肚子疼 你这不是好听吗 还有位姓秦的朋友 希望自己孩子健康长寿 给孩子秦的秦寿生 秦寿生 这是他秦爹了 最可乐的啊 我这个碰到过这么一位 他姓段 给孩子起名叫段超群 你听着好听吗 孩子到学校 学生都笑的 为啥 你这么照顾一件超短群 出现奇运 所以千万别以为字面是好看 你还得叫出听声 孩子名叫 你今央四号 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让他以后 让他好好的读识 做个个皇家的浩尔郎啊 皇家都属浩尔郎 那你叫他 皇树浪 还有第三个呢 想起来这有点意境 这有点情分 当然这个要求比较高 咱可以随语而安 何必有情分 比方说 我在广电台有个同事 姓菲 他老婆姓罗 生个女孩给孩子起名什么 菲加罗 你听多少意思 意大利歌剧菲加罗的公理 活学活用 把这个用上 还有的呢 这个情调体现的什么 哪怕俗一点也不要紧 我有朋友姓杨 他的儿子是1月1号出生的 他给儿子起名叫杨丽皮 杨丽连吧 1月1号 小名叫元旦 你听着 所以我就说这种情绪 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不用你刻意的 非得把孩子身体 弄得一进高原的 如何如何的 没那个必要 你绞尽脑汁 可能名字还穷了 再另外我奉劝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你这名字呀 别娘成父母给起好了 别轻易改 我那时候我这 我这些妈没文化 我这名字得改 我就觉得别的 我改完就转运了 那可不一定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一切平平淡淡 顺其自然 人生在世 哪有那么多精英存在 自己一辈子平安身苦 所以你不能眼中的 走往上看 眼皮走往上翻 实当的放平形态 起名这事 就是个符号 就是个印记 太拿它当回事 还会把你的生活给搞乱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